其實你問過現階段的市有這麼多 外面一些很反覆的因素 所以你說真的要估一些短期波幅是相對困難的 所以現階段我自己做也好 或者跟客人說也好 我都覺得有時候就不用這麼執著一些短期波幅 就算你說可能市近期都一般的 那個momentum 都還是向下 有機會可能彈一點點再坐下去 但是我仍然都覺得再落那個空間 未必說真的太多 當然這個是以一個比較中線的角度 譬如可能你現在真的入場去買貨 那你要有個心理準備 你拿貨的時間可能是半年至一年 那為什麼你說長線 我都覺得港股現時這個水平是有吸引力呢 那就是因為譬如我看那個技術走勢 我看回一個比較長線一點的圖表 譬如月線圖來說 那現在那個指數跌穿月線圖保利加通道的底部 那你見到過去這十年裏面 都曾經見過有三次 那那個指數是曾經穿過那個通道底 那通常在未來的兩個月之內 都會出現一個建底回升的跡象 而這個建底回升不是純屬一個技術上的反彈 而是說真的建了底之後有一個新的升浪會展開 那分別就是在11年 就是建底之後 就是12年開始有一個大的升浪 然後去到16年的年頭又是 然後去到近期來說 譬如你說去到2020年疫情那段時間 都會穿過通道底之後 然後之後有一個很大的升浪又展開 那另外如果你說看月線圖的RSI 現在都落到接近30 如果你說一個這麼長線的圖表 見到RSI去到這個這麼大的超賣區 也都是代表著距離那個 建底的時間就不會太遠 那你問我究竟是這個星期建底 還是要等到可能一個多兩個月之後才建底 就很難猜的 因為近期太多這些Noise 或者關於疫情 鵝烏事件這些根本上 你可能之前一兩年 是不會想到這些問題 是同時計這樣出現 那如果你說計算另一個層面 在股值的角度 那港股現階段的預測PE 都是只有九倍多 那也都算是一個比較便宜的水平 當然大家可能會覺得是一個 就是熊市階段 你九倍 就是九倍多 就不是說一個真是叫做極低的水平 那這個我也同意 那但是所以說 你說在一個熊市的階段裏面 那很多時候那些比較差 比較理淡的因素 大家就會是放大了 那所以你說市跌下來 就算跌到一個所謂 我覺得是fair value 或者甚至是under value的水平 它都再可以overshoot 再多一千兩二千點下去 先見底都不出奇 那所以短線的市 我只能夠說都還是很波動 那所以你說可能彈完之後 然後再踩下去 萬九 或者再試翻之前 就是三月份那個 一萬八千五、一萬八千六的那些位 都不出奇 那但是我自己如果以一個 中長線的角度 它真的有機會 建回去 例如萬九點以下 我覺得是開始是要慢慢收集一些貨 是的 其實原本下一個問題就是問你 見了今年的底沒有? 即是一萬八千二百三十五點 你剛才的說法都是覺得 都未必是已經見了 是嗎? 我只能夠說這個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問題很簡單 就算你說未見的 即是未見的 即是接下來我當去真的要試翻到低位 或者可能輕輕穿低位 但剛剛我說的那個點 就是應該那個再跌的幅度不會太多 當然你說現在一萬九千五 跌多一千點下去 你看那個幅度好像很大 但很多時候就說在overshoot的一個階段 就說跌那一下或者終極一跌 之後就會很快有一個很大的反彈 或者是見底回升那個行程會出現 那所以我自己又不是說太執著它 是不是見底 但如果你說真的要說的話 我覺得它有機會真的再試多一次 那個低位都不出奇 那但是你說會不會 可能下多一點點 萬九點做另一隻腳就搞定 也都有這個可能性 那所以有時候就不用說這麼猜猜 很執著地 是不是一定要見之前的底再買貨呢? 那很多時候的市場就沒有那麼順暢 或者當大家都覺得 一定要做雙底才會有個反彈 才是見底 那很多時候它可能就差200點 或者你想著它會見18,500 它就不度為你 18,800就見底 那你說差那兩三百點怎麼顧 所以這些我自己就不會太執著 是的 如果你的看法是這樣的時候 那個策略就是應該說 現在買了閉上眼不要理 就是只差一個比較長線 還是說每跌多一層 就再把現有的資金分住去買呢? 是的 那這個好問題 我覺得如果你說本身 手頭上面資金不多 那當然我自己都覺得 可能市場短期裏面 再有機會坐幾百點 一千點下去 那可以再等低一點 比如剛剛提到下去 去19,000點以下才去買 因為你沒有這個條件 可以不斷分住買 是吧? 因為你可能只有一住資金 那你買完就沒有的 那你當然是希望用一個最低 最低的價格來買 那但是如果你說不是 本身就是之前都放了貨了 現在整手資金都不知道 就是放在哪裏呢? 那其實就未必要需要等到 去真是最低位才買 因為沒有人知道的最低位 是什麼時候出現 或者是哪個水平 那所以你問我其實在現階段 兩萬點以下呢 逐步都可以買跌 那如果你說19,500買了 可能就是三分之一的 那下去可能18,000多的時候 再買多三分之一 那如果你說接下來 再跌穿之前的低位呢 再扣跌 那但是你預了這一段時間 買貨剛剛都提到 你估不到那個底 究竟會在什麼level出現 那所以你就不要說 就是今天買完 你看到明天的市場 跌300點 那你又不安樂呢? 又打算沽了它 那你這個就不是中長線投資 那你這個就不是中長線投資的 是不是? 就是這一刻買貨 我強調的point 你預了起碼要鎖可能半年至一年 那我都相信 經過你說譬如這一兩次加息 大家恐慌拋售之後呢 去到下半年的事件底 那個機會是很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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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